欣赏古代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吗 台东县路野乡花露铭 养生乐活节系列活动 7月14号推出高台新体验 特别是邀请游客一起玩桌游 这是让大家来认识 我们路野好茶的一个过程 让大家来深深体会 什么茶的口味口感 当然也感谢当时李登辉 我们任省长的时候 来这里命名叫做葫芦茶 一直延伸到现在最夯的叫做红乌龙 红乌龙茶 也感谢来自我们各县市各地区的好朋友 来喜好到我们台东路野的一个高台的梅 来欣赏到整个路野村 包括永安村荣田村 整体的一个空域活动的一个 景观 当然在这里也要做一个依告 在我们7月29号也会再进行 我们在龙田大草原游一个野餐去 这个花楼梅 这个养生乐活的一个野餐 在这里也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 在7月29号来到我们龙田降落场地 这个来办理野餐去 许洪志老师大笔辉豪写下入野乡五种特色茶种茶名 福禄乌龙茶 金萱茶 蜜香红茶 红乌龙 佛手茶 这些就是考题也是答案 一口喝下去也是对于参与者最好的回馈 大家一起观其色 闻其香 尝其味 借此答应考官所出的考题 现场的反应十分的热烈 小孩比大人还要投入这场豆茶桌游 就是带小朋友过来 然后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是常喝喝茶的人 当然对这种茶的味道就是没有那么敏感 然后也是借这个机会 然后教小朋友如果去饮茶 如果去品尝它 透过那个主持人 这些工作人员 对我们的一些精细的一些讲解 那我们会了解说 这五种茶的区别在哪里 从它的颜色 它的香味 它的制裁 陆野高台不只有热气球 飞行伞滑草夯 目前又兴起豆茶桌游热 经过游客们的口耳相传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专程上高台 豆茶了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